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华神君飞升 华叔特带白鸟岛前来恭贺 华叔殿下不必多礼 其实本该家父亲自前来拜业 但前不久 父王卫护白鸟岛出战 重伤未愈 只好派华叔一人前来 不知华叔可否当面拜见神君 家世方才已经飞升神界了 他老人家特意嘱咐我与师兄二人 待他向诸位道别 其实 华叔此次前来还有一事相求 想向二位师叔 见都华神君的遮天伞一用 抵御英族的一再侵犯 宏妾 这是我孔雀族圣物 凌羽雀冠 愿赠予大则山 换取遮天伞一年之用 殿下所求 只怕我等无法应允 世尊飞升以前 已将遮天伞赠予了古禁师弟 如今已是古禁师弟的随身神器 我等无权作主 还请殿下谅解 古禁 阿姨啊 阿姨啊 走 得快再借努力熊练 连力要提升了 终于可以离那个笨蛋再远一点 还可以再走一步吗 去看看 人呢 不好好准备明日下山之势跑哪儿去了 真不让人生气 音乐 是啊 殿下何须亲自走一趟 您就在殿里等着 让人传个口信 那位古镜仙君啊 自慧巴巴地去找您 如今东华神君飞升 贤善上君接掌大泽山 古镜已是大泽山的主事长老 去找他一趟又何妨 古镜仙君 是古镜仙君吗 华叔殿下 华叔殿下 好久不见 果真是古镜仙君 华叔特来拜访 特地拜访我 当年梧桐岛一别 我本打算来大泽山见仙君 怎奈我孔雀族与英族 这些年纷争不断 我只得留在父王身边帮衬 便误了拜见仙君的机会 原来 法叔殿下一直都记得我 我与仙君很是投缘 如何会忘 只是没想到 仙君如今愈发千俊了 没有吧 其实我今日来是为 向古镜仙君道谢 谢我 当年小凤君一事 仙君没有告诉大家 其实是华叔一时兴起 想看火黄玉 自己一人担下所有罪责 华叔不胜感激 仙君也因此事 受到了天地和东华神君的责罚 华叔心中更是不安 我也没受到什么责罚 就是被师尊 关了一段时间的禁闭而已 对了 华叔殿下有收到我先的信吗 信 当然了 我每封都有收好 那殿下为何 只是这些年 我白鸟岛一直被英族侵犯 战事连连 我忧心族人 实在无心想别的事 所以才忘记了回信 望仙君莫怪 不会不会 我怎么会怪你呢 孔雀族 我 仙君可愿请华叔进屋一叙 哦 当然 里面请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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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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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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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个就是华叔公主啊 怪不得古静每天心心念念的 长得果然是好看啊 阿靳 其实 我有个不情之情 华叔殿下哪儿来什么不情之情 尽管开口 当日华叔殿下在梧桐岛 对阿靳相助之恩 阿靳一直鸣绩于心 只要我能帮得上 一定全力相助 其实 我想向阿静你 借遮天伞一用 遮天伞 我想借来抵御英族进攻 一年为期 一年后 我定将遮天伞 原封不动地奉还 我 不能 不能 遮天伞不能借 阿音 你方才跑哪儿去了 找了你半天 恕怀叔眼镯 这位是 这位是阿音 是师尊飞升之前 收的一个弟子 也是我师妹 东华神军多年未曾收徒 没想到 临飞升前竟还收了一名弟子 阿音女君 有礼了 华叔公主 恕我直言 这天伞不能借 阿音 我师兄自己要用 以后 借不了 阿晋 我知这遮天伞 并非寻常法宝 自是不能随意借出 可白鸟岛如今 正处于旦夕祸福之间 我族人伤亡惨重 凭我一人 实在无力回天 还请阿晋看在当年 华叔公主 实不相瞒 我师兄这样下山去妖界 去寻当年被他冲撞四散的 火风仙缘 世尊是看他 连最基本的金花水月 正法都使不出来 所以才将遮天伞用来给他胡生的 他现在连下军都没有修到 华叔公主 华叔殿下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什么叫我胡说八道 是不是你每天好吃懒做 让你修炼也不修炼 你有几条小命可以让你送 我问你 才不是你说的那样 华叔殿下 我知道 我知道你这担心你的族人 但你能不能也担心一下 我师兄的姓名 若是你把遮天伞给借走了 这个就叫做 叫 叫做兔子头上拔 拔什么 拔汗毛 你 就是拔汗毛 你才学了几句人间俗语 这俗语是你这么用的吗 本来就是 阿静 原来这遮天伞 是老神君留给你护身用的 那看来是我抢人所难了 华叔殿下言重了 华叔今日叨扰 就先告辞了 多谢华叔殿下 先君多多保重 华 华叔殿下 华叔殿 回来 干什么 跟你说了 华叔殿下 你等我一下 我送送你 真的不许计 你别捣乱 我送你啊 华叔殿 是说的 不许计